击打州乌大臣沙努西 今早到反贪会部城总部给口供 协助调查击打足鞋 涉嫌受贿600万令吉的案件 根据新报 沙努西是在今早8点半抵达反贪会总部接受问话 阳光日报随后报道 沙努西在三个小时后完成给供 离开时并没有停车接受媒体访问 反贪会早前证实将传召沙努西驻查 并在上个星期扣补了4人 包括击打足鞋执行长足迹菲里泽哈伦 马新社报道承包商声称 之前曾经获得许诺 如果将资金汇入击打足鞋账户 就能获得击打的项目作为回报 但这名承包商把资金汇给击打足鞋后 却没有获得任何项目 于是向反贪会报案 沙努西早前为击打足球协会高层教区 声称被捕的人士全部都很穷 甚至没钱添汽油 根本就不可能收取贿赂600万令吉 sociaux 屁 ц구位 指频 店製 店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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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店装